哈喽大家好,我是光 现在来聊一下说的货币的行情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先看一下小级别 因为昨天和前天分别是走出了两根上冲失败 这其实是一个空头的形态 是一个空头的形态 是这根,它的交流量首先比较大 然后呢,上冲的幅度也比较大 但是呢,都是插针失败了 然后空头呢,发难 行情开始线下寻找支撑 支撑的话很快找到了 支撑的话 在EM15这个级别寻找到 并且快速上拉 总的来讲的话 我认为最小阻力还是向上 我的理由如下 首先,行情刚刚从45,000到37,000这个区间走出来 第二点就是整体上它的形态也是一个多头的 日线级别的趋势也是在多头 而且,虽然说现在有一定一点空头形态 但空头形态它是在更小的级别 它是在4小时级别的一个空头形态 而日线级别的话是在 而多头是在日线级别的一个多头形态 总的来讲,如果当一个小级别的形态和一个大级别的形态发生对抗 发生对立的时候 通常来讲,继续走大级别的形态的可能性都是更大一些 所以说我认为还是继续走多的可能性要大 而且比之前要大 因为它经过了底部的二次确认 那为什么会走这么正呢 之前我视频中也有提过 就是当一个市场非常明确 大家都比较相信一个方向的时候 其实多空比会失衡 尤其是我看前两天 多空比是一路达到了2比1 也就是说两个做多的 就是200万做多的 对应100万做空的 那这样其实这个行情是很难往上拉的 因为没人做空的话 你没有对手盘 你在拉的过程中你抱不了空头 你赶走不了空头 那这样的话这个行情就不好拉 相比起来讲 那空头往下捶你 那就很好捶 一捶的话你可以来波罗旋报 这样的话就很快的下来 当这个多空比回归一个正常的比值的时候 其实还是市场会选择它的自然方向 而自然方向现在就是向上 我们再来聊一下以太坊吧 首先比特币的话 它是踩到那个日线级别的EM15 是上来了 而以太坊的话 它走的更陡一点 它涨幅更快一点 它是踩着EMA7直接往上 以太坊至于它为什么表现的相对好一点 我可能我觉得跟以太2.0 它要转pose了是有关系的 但是它有点太陡了 陡的话它的回调 如果出现回调的话 它的幅度就会大一些 所以说大家要小心一点 就是如果你做以太坊的话 你的仓位和你的止损一定要控制好 就不要说太激进 因为毕竟它是有点陡的 这大概就是我对当下市场想说的 首先我觉得坚持自己的判断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这波行情的逻辑基点 就是我要吃一个大行情 我要吃日线级别的行情 日线级别的行情 我就需要对我的止损有更高的容忍度 那如何能获得更高的容忍度呢 首先就是仓位控制的第一点 然后同时分几部分 在上涨的过程中逐步去建仓 逐步的去建仓 这样的话就可以首先控制好 我的吃仓的成本 然后让我不至于说 一次性的话被套太多 你如果一次性all in 然后它跌个两三个点 那确实是挺难受的 但如果你刚开始就打了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这张仓位 然后慢慢的往上加 其实没什么 以上就是我对这波行情想说的吧 总的来讲 还是跟大家做做心理按摩 同时逻辑推演一下 建议你的多单 不要乱搞 空单的话也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毕竟多头形态走出来了 当然我从来不提什么投资建议 包括现在 我的账户我都不拿出来给人看了 为什么 因为有的朋友他跟着我的账户做 然后做完之后亏钱了之后呢 来他妈骂我 虽然这部分朋友呢 他比较巨婴 但是呢 你也考虑到有这部分人 所以说呢 为了避免留人口舌 那咱就讲讲行情 我相信 有判断的朋友呢 他会自己去思考 然后最后自己做决定 我这个频道的话 一直希望是有一群独立思考的朋友 跟着我一起思考 然后呢 我跟大家呢 去分享一些我的认知和知识 然后大家也能在这个过程中 对我提出一些补充 我也能向大家学习一些东西 而绝对不是说一个喊单 或者说去 或者说去挑大神啊 就是什么 我猜对了牛不牛逼 我猜错了傻不傻逼 我不想做这种频道啊 因为太没意思了 以上就是我想说的啊 希望大家在市场中啊 你就不要跟任何人当子 你自己一定要对你的每次交易 有一个思考 你是奔着什么级别去的 你的止损应该设在哪里 具体到哪个位置 你的逻辑被证伪 你这些东西都要想清楚 你这个交易才能做明白 这大概就是我以上 我所想说的一切 好的 谢谢